你后来其实也有在海外逐渐打开了自己的知名度 然后后来也逐渐与许多古典音乐大师 像李卡多穆提 卡拉扬等古典领域中 卢瑞贯尔的一些人物开始了一些合作 一开始你与这些大师开始合作的时候 心态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像那种粉丝奔现的那种感觉 是的 因为的确 以前都只有在CD上面才看到 他们丰面相抗的这些人物 跟他们视力下相处的时候 确实很紧张 不过其实沟通机会也不多 因为他们都很忙 而且我是上场身份的 我只是唱歌而已 所以他们基本上会聊一聊会问一问 可是基本上也不会讲太多 反正我们都小迷地小迷味 那这些大师的这些风格们 他们其实都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他们比如说工作时候的一些 具体的工作细节 其实有曾打动过你的 肯定都很仔细 主要是他们也是都很客气 然后他们也都不爱讲话 就是他们都感觉都 也都是私底下挺怕生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一个词叫射孔 我感觉是大部分很多都这样的 你觉得你射孔吗 有某些程度吧 应该不到太严重 不过还是应该有一些程度 未来有没有想要继续深入合作的 这个古典乐大师 应该不多 因为我现在路线 今天是偏 稍微偏流行 偏跨界 流行动漫 然后 对 就是古典乐 当然能够做还是做 不过也是现在这个时代 古典乐 毕竟那个点击率会比较少 就是做古典的话 对 流量流量比较少一点 主要是因为整个市场萎缩 以及大众的这个偏好 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像比喻过去 对 古典市场本来一直都不是很大 不过 确实也年轻人 因为可以选择的越来越多 以前音乐 譬如说以前的音乐 只有到七 七年代八年代 现在到九十年代 零零后 都是每一个年代都有他的音乐 选择一多 那自然而然 那个整个 他的市场都被分掉了 本来这已经不大了 然后对 所以很多 其实这不是只有在中国的现象 在像在我在欧洲的时候 也是一样 就是古典乐也是听的会越来越少 因为毕竟 随着 随着那个现在媒体越来越发达 大家可以看到的明星 看到的歌星更多 不像以前 可能就 CD上就只有古典音乐 现在选择一多 自然而然 而且古典音乐 确实比较 不容易听 因为他比较 他是不是也比较难听 懂 对 他确实 所以一般来说 流行 为什么叫流行 因为他就是当下人能够接受 然后能够像 像比如说 流行性病毒一样 大家大伙能够都轻轻地下去 可是古典的话 不要说一般人 像我自己本身从小学古典音乐的 我以前 可能大学生时期的话 听古典音乐也很难超过半个小时吧 就是会没有耐心听下去 因为古典音乐 常常常是比较深会必须要专注全身关注去听 那很累 就是一样 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可能比较没有那个耐心 然后没有那个去把它听完 比如说一场音乐会肯定至少一个半小时 然后坐在那边 然后还尽量不能咳嗽不能动 然后更不要说 比如说什么手机关掉 这个可能现在都年轻人做不到 关手机这回事 就是很多人就是必须随时刻刻 怎么讲 随时时刻刻 必须要有 对 能够保持联络或什么的 保持手机 它的整整段的这个专注力的 其实是小了很多 就是人的这个专注力 其实会被手机等各界的东西去 本来原来你可能想 搞古典音乐呢 一下子三个小时 十四个小时都没有 现在可能就半个小时都已经那个了 是这样 对 因为以前像像歌剧 有些歌剧就长达四五个小时都有 比较长的歌剧 所以现代人 因为选择多了嘛 是这样的人不会想把 把时间分这么一大部分 给去某一个特定的 去区块 或者去就是 或者某一个兴趣 比如说 这比如说 呃 你看现在流行音乐 一般都三四分钟一首流行歌曲 对啊 这个也是人类目前能够 就是一个人 一般人能够接受的长度 嗯 长的话固定 我们刚刚讨论过嘛 就是 不管什么东西 好听或好吃 嗯 你的时间久了 或者四处多了 嗯 都会腻的 对 流行音乐 就算再怎么好听 你超过个六七分钟 七八分钟也会听你 所以你看没有一首流行歌曲 嗯 超过超过应该七八分钟的 嗯 那为什么古典乐当中 其实就比较能够 让人能够更加的听得下去 其实 古古代人 选择不多 然后他们 所以他们 嗯 而且他们因为比较少干扰 他们比较能够专注 因为他们 如果不听古典乐 可能可以做事情也不多了 嗯 因为音乐 那时候音乐就那些音乐 没有其他音乐 嗯 嗯 我刚刚突然想到一句话 其实我感觉很多 现在的很多流行音乐 它更多的是对于感官的一种刺激 但是像很多古典音乐 好的一些古典音乐 它其实更像是 对人类灵魂的按摩 对 就是 嗯 因为 因为你要考 它的深度 通常那比较深 它的 嗯 意境比较深奥 嗯 所以必须 要 安静 安静下来 然后必须要很 嗯 纯深贯注才能体会到它的意境 要不然到不了那个地方 嗯 尤其是 那个 有些很多 小声的地方 古典音乐很多 很多 柔音的地方 嗯 如果你仔细听流行音乐 基本上很少 那至少 基本上流行音乐的标配就是 那个架子鼓 嗯 随时随时都有 那个鼓的 那个鼓一直 鼓一打下去 基本上就是比较吵的音量 嗯 对 因为 因为现在人确实比较 难能够静下情绪去听 欣赏一个作品 嗯 那你现在平时听了什么比较多呢 啊 我比较心 除了古典音乐之外的话 我听的话 呃 像小艾丽莎啊 或者像 比较舒缓的音乐 嗯 王若玲啊 嗯 清爵士 就是轻松 轻松愉快的那种 像 嗯 看我 咖啡厅那种 午后那种 那种的音乐 比较 比较舒服 嗯 因为古典也会听 可是古典 听的确实累 那我必须 那我如果一般工作 都一天很累啊 那也不太 听古典音乐 又等于 等于继续累下去 有时候就 也没有 没有那个心情 没有的经历 就想说 放松一下自己 听一些清爵士 嗯 那你古典听谁的比较多呢 啊 我喜欢听的话 拉哈曼尼多夫嘛 拉哈曼尼多夫 萧邦 然后 李斯特 李斯特 柴克夫斯基 呃 就基本上比较 浪漫的曲子 古典 古典也听 然后 巴洛克很少听 因为巴洛克 呃 比较不适合 比较 我比较不适合我的口味 比较没有那么 喜欢听巴洛克音乐 我会比较 觉得我个人会 比较 觉得比较 稍微 枯燥一点 枯燥法味